95级的菊斗罗居然硬扛唐三的海神三叉戟 连97级的剑斗罗和唐三对战都有些许的吃力 那菊花光为何敢这么好恨呢 难道他已经炼成了金刚捕坏之身吗 在嘉陵关一战打响后 菊斗罗居然至高奋勇 要带队前往天斗帝国 执行摧毁粮草的第一级任务 而他的目的并非这么简单 自从自爱鬼斗罗死后 他就一直记恨着唐三 为了给老鬼报仇 菊斗罗也是一直在拼命的修炼 武魂进化到了极致 因此也觉醒了一种超强的能力 那就是他的金刚捕坏之身 在和唐三对战时 菊斗罗居然可以单手硬扛海神神叉戟 要知道这可是神器啊 就连BB东和波塞西 这种魂力高达99级的爵士斗罗 都对三叉戟很是激旦 看来菊花光为了老鬼 已经进入到了疯狂的状态 要知道在原剧中 菊斗罗可是很耸的 在碰到唐三时 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念头 之后更加是跪地求饶 看来这一次动画改编挺大的 但就是不知道这菊斗罗 能在唐三的面前好很多久呢 回看菊斗罗的一生 其实他也是很悲惨的 从小被嫌弃 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武魂殿的长老 结果却总是败在唐三的手中 那么小伙伴们 这菊斗罗和鬼斗罗 你觉得他们俩谁更惨一些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吧